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出席了港台節目 期間提到醫護人員準備罷工的事情 他一度感觸落淚 表示擔心醫護人員的情緒和公立醫院的服務 這傢伙擺明是偽善 留下廉價的惡如淚 其實跟林鄭在去年的6月一樣 哭著說自己沒有賣港 如果你沒有賣港 為何到這一刻你也不封關? 正等於你這個陳肇始局長一樣 你擔心醫護人員的情緒 為何醫護人員有情緒? 就是因為他不想枉死 救急扶危就是他們的責任 但是人家也沒有理由 要圍著你特區政府的施政室 而去埋單 到底你何時才肯封關 從這個源頭倒截武廢入境? 是不是? 你坐在直播室裡哭哭哭 你扮什麼?陳肇始 如果你真的這麼了解 醫護人員的情緒的時候 到底你有沒有向林鄭進鑑 要求他實施全面封關? 如果有的你就說出來 讓市民知道誰是不肯封關的罪魁禍首 還是你在行政會議裡頭 根本上都沒有提過 是不是? 你現在在哭哭 哭什麼? 你跟前線的醫護人員對調 對不對? 上海華山醫院的主診醫生 他就說得非常好 醫院根本上沒有要求他去巡訪 他就主動請英每個星期至少去到隔離病房 巡查一至兩次 而且就把這些前線醫生 全部換成科室裡頭的共產黨員 這樣就做得非常好 聽話的人就不能夠欺負他 好了 換轉來香港這個情境 你陳肇始局長會不會有想過 有一刻會前往隔離病房最前線 跟病人親自來接觸? 你肯定就沒有了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嚇什麼呢? 你一請問是 你完全沒有生命危險的 只不過 那些在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 他是暴受著一個非常重大的風險 分分鐘就沒有辦法再回家 在沙士的時候 不少在隔離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 正正是入住了政府安排的宿舍 因為他就怕著回家的時候 會將那隻東西感染給家人 萬一有什麼事 那些醫護人員 那些醫護人員冒著這麼大的生命危險 都未曾哭 陳肇始局長在哭什麼呢? 請問是 做少這些戲 收藏你的廉價的鱷魚類 看見是反胃 你這些鱷魚類 只是代表你自己的偽善 以及掩飾自己的無能 人家要求全面封關 你就盡力配合去做 有多難做 這些是行政的措施 當初市民叫你封西九的高鐵站 你這些特區高官、廢官、容官 每個人都在拖三拖四 一會兒又說不可行 一會兒又說不切實際 最後又是封了 那就是證明是做得到的 只不過是你不肯做 接著陳肇始局長 又說什麼廢話呢? 他就說防疫的工作 就要一層一層來做 請問你層到什麼時候呢? 深圳市昨天就已經 確診了六十宗的個案 很明顯就有些社區爆發的跡象 雖然經常公佈說 這些是聚集性的感染 即是通過家庭裡的緊密接種 但是已經說一天有六十宗確診 你特區政府再不去封關的話 遲早在香港出現社區爆發的時候 就輪到國際社會封香港關 到時候你封不封 都已經沒有作用了 好了 除了陳肇始以外 今天醫管局主席范雄寧 也有出席電台節目 他就說 不認為醫護人員罷工 能夠推動得到政府全面封關 他就說 無論是否罷工也好 政府也是在做防疫工作 但是罷工一定會影響到病人的權益 我想請問你 如果你認為罷工不能夠推動得到政府全面封關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推動得到呢 對不對 你作為醫管局的主席 到底有沒有向政府很清晰地反映出 醫護人員的五大訴求呢 而其中一個最大的訴求就是叫你去封關 在源頭裡阻截這個武肺 你有沒有反映過呢 還是你根本上又站在政府的立場上 你看看你今天所說的這些語氣 完全就是不屑那些醫護人員罷工 對不對 根本沒有心來溝通 所以明天的談判也不方會有什麼進展或者結果了 下星期一的罷工如箭再完 希望醫護人員不要聽他的腦點 對不對 他擺明就是沒有心和你們溝通 你看他今天所說的語氣 對不對 他一尾就知道罷工是不對的 一旦有六千名的員工罷工的話 將會對公立醫院的服務有影響 就是百上加根 醫護人員的天職是救急扶危 罷工將會影響到無辜病人的權益 對其他的員工不公道 你想怎樣 是不是想六千人全部辭職 是不是 橫死碰死不如就劈炮不攏好過 對不對 沒有你為了你這個特區政府來沒有這些風險 對不對 你封關的話 大家都比較安心一些 全程投入來抗疫 對不對 你永遠不肯做這一步 這是什麼決定 就是賴科學 又賴專家 到最後就是政治決定 因為你覺得封關是政治不正確 但是當這些親中政黨都開始提出封關訴求的時候 當中聯辦都沒有對親中政黨要求封口的時候 林鄭是否可以採取果斷的措施 作出全面的封關 根本上是毫無大礙的 這件事是 經常要擔心大陸的感情 經常要擔心大陸的觀感 到底你想怎樣才行 是不是想攬炒 現在 好了 除了范紅寧 說完所有風涼說話以外 昨天還有一個更經典 就是張君澳醫院及寧實醫院行政總監劉業 他到底跟醫護人員說什麼 當然他知道醫護人員在醞釀 在星期一罷工 他在出席醫院一個論壇的時候 就跟前線醫護人員說 人中歸也是一樣的 只是遲早 要記住初心 你說這些話 到底你是詛咒前線醫護人員是怎樣的 這些人是最卑鄙的 自己身為總監 永遠不會上前線 只是站在後面指手畫腳指點江山 其實這類人就等同於陳肇始和范紅寧 永遠作出一些所謂的決策 自己永遠不會上前線 你這個陳肇始局長 身為註冊護士 你都很應該進隔離病房幫忙 不要只留在寫字 留辦公室說三說四 然後說那些完全脫離民情民意 有用嗎 你這個范紅寧 完全是沒有辦法代表到 醫管局員工上下的心聲 一味就代表政府的立場 有用嗎 你這個什麼總監 說這些話 有用嗎 對嗎 為什麼你不去要求 這個特區政府搞全面封關 別人黎青龍教授又肯聯署 是不是 這些根本就是看到一個人 他那個風骨 是不是 已經是大難當前的時候 已經殺到埋身的時候 還要在依附政權說這些廢話 一旦出現社區爆發 你以為這些人可以獨善其身嗎 你以為自己混在自己家裡就可以嗎 除非你三個月 是混在一個密室那裡 是不是 否則的話 你肯定就要出街接觸市民 你身為這些公眾人物 你不用出街嗎 你不用上電台嗎 你不用上電視台受訪嗎 是不是 你們一樣有機會受到感染 真是 好了 還想說一件事 就是今天原來有幾家店舖 都是翻了口罩的貨 包括沙沙卓越和日本城 總共有40萬的口罩供應 於是市民又再大排長龍了 很快就賣光了 這件事擺明就是 反映得出市民 對於特區政府的信心 是完全崩潰 是歸零 林鄭昨天開過記者會 還在說什麼廢話呢 就說 明白到市民的焦慮 政府已經不斷來做功夫 希望增加到供應了 例如在全球採購 你是在說廢話 你全球採購有關市民什麼事呢 請問 你買了之後 你又不會開倉派口罩的 你買完之後 你只是放在一個倉上 團職而已 或者給你政府的人員來使用 關市民什麼事呢 請問 你怎麼增加到供應 市民不一樣是沒有份 然後他就說 呼籲市民無需要焦慮和恐慌 世衛的指引說 並非必須要戴口罩 政府就會加強教育公眾 又拿世衛出來做黨戰牌 世衛說什麼就說什麼 世衛根本上都要被中共滲透了 經常說世衛世衛 又說不必須戴口罩 為什麼請問你特區政府的高官 廢官 容官 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出席電台電視節目的時候 為什麼每個人都戴了口罩呢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麻煩以生作則 所有特區政府的問責班子 一陣子不要戴口罩 省省口罩 就不要你自己說一套 然後就做一套 你說並非必須戴口罩 不要戴啊 你先走 戴什麼口罩呢 剛剛 記者會而已 難道那個記者會是易負來的 難道港台的Studio是易負嗎 商台是易負嗎 什麼戴口罩呢 理由你做起 以身作則 說完廢話 你自己也戴口罩 叫別人不要戴口罩 根本上是因為口罩不夠供應 就拿世衛出來擋箭牌 還要加強教育公眾 加你老母嗎 既然你要確保這個自由市場 你是作出這個不干預的政策 那你就不要管人家怎麼賣了 是不是啊 黃色經濟圈你又說要管 人家怎麼賣口罩你又要管 當然我是反對那些藥房 是團職居期 以及謀取暴利的 只不過你特區政府 既然你都不去積極干預的時候 你呼籲什麼呢 請問是 你叫人家想什麼呢 人家怎麼賣關你鬼事 要不就自己開倉派口罩了 再不就實施統購統銷 用實名的發售方式 這麼多人提出了這麼好的建議 給你林鄭去聽 你就一律掩著對耳 當借了龍耳診對耳 就聽不到 有鬼容嗎 你現在在呼籲 呼籲得到 那些人不在重商 昂糕 重商的人當然是謀利的 真是發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